胡锣华胡司令为什么能够取得十连霸的伟业呢 我们来看他年轻时候的一盘精彩对局 吓得是飘逸无比 可以说是老谋深算 每一步看似在迎合着对手 其实暗含了很多反击手段 对手也是上海的高手李定成 摆了个中炮 司令上马 红旗上马 飞旗出局 红的出局 飞旗在这里选择了一个强挺骑族 红旗过河鞠 飞旗平复马 红旗挺骑兵 司令在这里没有平炮对局 选择了一手夺马盘河 红旗来了一手炮八进三 骑河炮 什么意思呢 你要是冲族 你要是冲族 他就弃鞠了 打你的中族 你敢采鞠 那这边重炮就可以重死了 那飞旗呢 先补一手像 这个 胡司令明明知道人家这个 骑河 这个炮骑河之后啊 有一个进兵 攻马的旗 他呢 没装作没看见 仍然是补和像 引用了红旗走这个兵旗进一 然后呢 再实施一个反击 那红旗一看 这又便宜啊 选择了一手兵旗进一 那飞旗 马流进四 红旗 再兵旗进一 飞旗呢 来一个回马卧薪 胡司令 以退为进 右敌深入 现在呀 把马一退之后 马上呢 就亮出来这个一路鞠 有一个向位鞠 抓兵的手段 走的呀 真是灵活无比 红旗选择了一手 退炮 那黑旗 平鞠 可以说是 红旗这个炮啊 退回到原位 走的就比较软弱 他呀 应该是炮旗中毒 气炮攻杀 比较凶残 那他退了之后 这个 黑旗出局之后 红旗呢 就选择了一手 退局抓马 他想着是什么呢 这个 黑旗把炮一踩 红旗呢 就走一个向旗进舞 你要是走一个 进去吃兵 他再跳一个拐脚马 那胡斯林呢 还不满足于这样下 凭借着这个 马的优越位置啊 他选择了一手 铺马 马斯金儿 你现在不敢吃 有一个卧槽将抽菊的手段 红旗上马 黑旗 再选择一手 吃兵 现在吃着马 红旗选择了一手 平鞠抓马 平鞠抓马呢 那黑旗走得很简明 就跟他交换掉 一吃 他一吃 然后呢 来一个 二进舞 吃炮 红旗选择一手 马三退舞 黑旗平鞠 红旗来了一招 炮舞进四 弃死攻杀 他并没有选择来 吃这个炮 那黑旗呢 对此也置之不理 下敌炮 展开对攻 他刚才如果说 不打中族 来谋求攻势 如果说走一个炮舞平八 得回世子 那黑旗呢 也是下敌炮 双方啊 对抢速度 红旗来一招 马五进六 黑旗 高居一桌 红旗选择了一手 炮舞退二 黑旗退炮 被这个黑旗呢 以后平鞠抓马 造成了一个速胜 所以说呢 他应该呀 先补一手试 试一下鞠 然后呢 根据黑旗的这个动向 再做打算 你这招一退炮 让开鞠路 装鞠捉马 一个牵手 红旗选择了一手 马六进五 黑旗呢 扎实一僵 只能上来 退一僵 只能下去 然后呢 平均 连销带打 两个鞠 护住两个肋 你没办法挂僵 马上啊 这边坎式 坎式一个杀旗 走到这儿 这个黑旗 也 红旗呢 也只好选择一个 偷子任父 这般旗呢 胡司令面对 红旗的这个 气和炮 这种特殊的攻法 看似啊 无动于衷 每一步呢 都 按照顺应的 对伤的这个意图 在走 其实呢 我就说了 啊 暗含了很多 反击的手段 诱击深入 胡司令 果然是 老谋深算 估讣